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孤政府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那今天是2月27号 明天要228 他就在228的前夕去世 那我们看到呢 我们的副总统赖清德 在第一时间就哀悼孤敏 他说台湾就交给我们吧 我们会继续守护台湾的民主 和和平与繁荣 那当然这个孤先生 他对台湾有很多的期待 也对台湾的未来有很多的主张 包括大家说他是台独大佬 他希望台湾最后是走上独立之路 所以您看到的报纸的标题都写着 独派大佬孤敏逝世 过去他当然留下了很多的新闻 这一件事情呢 在媒体上面也被提起 就是在蒋经国还执政的时候 大约是50年前 半个世纪前 他曾经跟经国先生 为了一件事大吵什么事呢 他说保护台湾优先 还是反攻大陆优先 两个人有一番争论 在50年前 他要求蒋经国开放党禁 之后还会谈 据说蒋先生对他表达感谢 两个人为了一些自己的理念 有一些争执 而当然有正面的评价 也有负面的评价 那这个顾先生过去呢 大家知道他是一位这个生意人 在2007年的时候 有这么一桩事情 这是来自马绍尔群岛的 在当地的侨胞 台湾同乡会的会上 他说顾先生在那个地方 把旧的渔船卖给中国人 卖给中国上海新世纪渔业公司 之后在台湾另外造了两艘新船 他说这件事的意思是说 你这个主张台湾独立 是不是不应该跟中国来往呢 那个时候顾先生的回应是什么 他说对呀 我卖鱼船 我卖鱼也卖船 可是我不卖台 这是顾先生当年的回应 那这个顾宽米先生呢 过去呢有一些对时事 或对政治的多索的批评 包括当这个韩国瑜 要竞选总统的时候 韩国瑜先生在竞选 高雄市市长的时候 不是有一些slogan吗 包括这个高雄发大财啊 等等点点 而且这个韩先生也主张跟对岸和解 两岸共同繁荣 顾先生有意见了 他说你韩国瑜啊 不应该 不应该只为发财 他也批评年轻人为发财挺韩 当时的韩先生 在2019年1月1号的时候 蛮生气的 他回应说你是韩金汤池出身的人 不要讲风凉话 你有钱 在很多底层的人 或是没有机会的年轻人 他想要翻身 不要讲风凉话 这是两个人的这个一来一往的对照 而过去我们也听到 孤宽敏先生 他说阿扁啊 你们不要再追杀他了 不要再追杀阿扁 因为阿扁只拿了八九亿 只贪八九亿啊 被判无期徒刑 太夸张了 这是他的价值判断 那当然有很多人认为 贪污一块钱也是贪污啊 那八九亿就不算贪污吗 那要贪污多少才算贪污呢 另外 孤先生看起来是比较有大男人主义的 过去他跟吕少年前副总统说过了 这个三军统帅 如果要做总统的 不能穿裙子 我们来听听看 只会三军的是我们的总统 我不认为穿裙子的人 有适当的 是适当的 小姐们对你们 好像你们是不要说孤宽敏是大男人主义 好 那个时候是2006年 他没有想到十年之后 穿裙子的人当了总统 蔡英文当了总统 观众朋友 孤宽敏曾经在报纸上 在2019年的时候挺台独今孙 他还在报纸上跟其他的大佬说 要蔡英文当国母 叫他退位 让位给那位漂亮的小男孩赖清德 而2024的总统大选 几年前 大概一年多前 顾宽敏也公开说他挺赖清德 我们来看看 自欠民进党不够热心 蔡英文是不可能 过年龄 民进党来源 这个人要选宽敏的小男孩赖清德 这个人要选中 我选中的小男孩赖清德 这个人要选中 这个声望很高 越来越高 又来越高 但是这个地形的修正 中共是专国的领导人 有一点不同 还要再历练 没有历练是他的事 不是我的事 好 顾宽敏先生已经离开了 那当然后世对他会有自由评价 历史对他也会有定位 不过你看他在离开之前 还是念真在资的2024 可见未来2024的总统大选 的的确确对我们的前途 有很大的关键性的影响 我们来看看 赖清德要让谁放心 英系的布局后路 现在看到的是 蔡总统的四个坚持 可能要入民进党的党纲了 那有人就说 这是英系的布局后路 希望疑似是要招破赖低头 怎么说 因为外界 我们刚才有看到 外界有说一个以美论 要来打击其他的党派 这个讲的是国民党 让其他的党派 包括国民党 论述失去公信力 对内以依赖论 故意放出依赖论 让赖清德就范 所以现在看到的是 四个坚持 可能要入民进党的党纲 而另外我们看到林卓水说 一篇Financial Time的记者的评论 就卷起了千堆血 大家都在说赖清德被美国人怀疑 他认为这中间恐怕 还有更多的 很多人say的一些梗在里面 他认为FT的记者到底是谁 一个人就可以让这个风向 变成依赖论了吗 而现在大概半年 或者几个月 我们看到台湾有一些人怀疑美国 是不是他们的做法都对台湾好 所谓的以美论 不能讲在台湾 包括台积电的设厂 或者是到美国 移到美国的事情 而包括高阶晶片 只能在台湾制造 台湾员工配合度高 这件事情 在海外难以复制 当然很多人提出这样的疑问 这就是以美论吗 必须要指出来 对我们媒体来说 在美国他们有很多的兵推 在美国有很多的学者 可以谈弃台或是回台 包括万一台湾沦陷了之后 这个世界该怎么办 为什么 我们在台湾有言论管制吗 台北禁论 以美 反美 这件事情是不可逻辑的 在言论自由上面 也是有很大的伤害 我们先来问问兵哥 兵哥你怎么看 顾宽敏先生 离开了 我想顾宽敏先生 也算是高寿了 97岁 将近100岁 他过去有很多 很争议的言论 也有一些 特立独行的一些做法 我想人走了 也不用评论太多 我只看到 賴清德跟他讲这句话说 台湾就交给我们了 好像他是他的接棒人一样 可是不是 可是 你们都没注意到吗 賴清德从过去的台独精孙 然后变成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现在连台独两个字都不提 他最近这一阵 全部都不提台独 对 所以顾先生会不会 其实有点遗憾 是啊 因为 如果说你真的 想要继承 郭宽敏老先生的遗致的话 郭宽敏老先生好像不是这样想的 刚刚我们看影片里头也讲到 他认为民进党对自宪非常不积极 那请问一下賴清德 你现在是民进党党主席 自宪你积不积极 你将来你又可能会代表 民进党参选2024 那你要不要自宪 证明公投 还是都不要 那如果都不要的话 就因为其实賴清德已经表态过 他认为台湾现在这样就是 就已经等于独立了 不用再自宪公投 不用再搞什么 那你根本就是违背 郭宽敏老先生的意思 不是吗 因为大家都知道郭宽敏的意思 就是要自宪公投独立 要证明 那你请问一下 你凭什么以他的继承人来自居 我觉得郭宽敏老先生 如果在天有灵的话 恐怕不会接受你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更不要讲 现在民进党还在那边吵说 要把四个坚持 蔡英文那个四个什么乱七八糟坚持 然后变成党纲 我觉得这个做法 其实基本上 就已经完全威权政党式了 而且是造成式了 那賴清德为什么要这样做 一方面是叫美国人放心 我没有要搞台独 你们真的要对我放心 另外一个告诉蔡英文 我尊菜 你是最大的 我没有想要挑战你的意思 我也不会害你 你说什么 我帮你当神一样供着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台独精孙 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一个人 为了想要拿到2024的参赛选 无所不用企迹 什么都管他了 我先骗到手再讲 这就是賴清德 不就是这样吗 那问题是美国人 是不是对賴清德有疑虑 是啊 就是有 因为你过去的太多言行 你讲了几十年 突然两年 换一下口吻的话 人家当然对你还是有疑虑 过去为什么 美国人对蔡英文比较放心 因为蔡英文其实从头到尾就不是独派 她根本就不是 她只是为了骗选票 喊一喊独派 喊一喊台独 所以美国人知道 美国人 AIT他们研究 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 都是从头到尾一直不断地在研究 她不是说 信头来 或是你有机会要参选 我才开始拥救了 所以人家早就已经观察 你观察很久 那问题是 赖兴德未来假设他真的拿到大位 他到底会怎么做 真的如他所讲的就是什么都不提了吗 还是又开始蹦蹦跳跳 因为我们都知道赖兴德什么事情都敢做 大家一定都不会忘记 他当年就随便抓一个理由 就直接不进议会 好几百天 不就是这样吗 他是很敢做事情的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赖兴德到现在 没有人会对他放心的原因 我觉得顾宽敏老先生 大概也不会对他放心 顾宽敏先生是在大概早上九点半左右 他适时的消息传出来 可是我们看到 其实绿营包括赖兴德很快 就在脸书上发文 贴文哀悼 蔡总统是一直到中午之后 比较慢了 比较慢才发文悼念 所以大家都会说 是不是因为蔡总统 跟这个顾先生有心结 因为包括2019年 您看到的在报纸上面 致蔡总统的公开信 叫他不要参与连任 其中连署的人就有顾宽敏 他是挂第一个 所以是不是蔡总统跟顾宽敏 还是有心结 悼念慢半拍 外界有这样的解读 来请教亮哥 没有那个2020年顾宽敏 确实就是支持 叫蔡英文不要选 就是让赖兴德选 所以蔡总统是不是生气气 比较慢追思 不啦 你应该说 赖兴德动作怎么这么快 而不是蔡英文动作很慢 事实上蔡英文这样算标准时间 是赖兴德动作很快 我想他应该 搞不好在之前就知道 人家在生病 比媒体更早之前知道 对 因为他跟顾宽敏真的很亲 所以我觉得不是蔡英文慢 是赖兴德很快 那我认为就是 因为郭冠敏就是 自宪正名运动的 最代表性的人物 简单讲就是法理台独运动的 代表性人物 他就认为你要改国名 他不要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台湾要制定新宪法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对于这个四个坚持 因为现在传出了 现在也还没有证实 还没有证实 因为这个真的蛮敏感的 如果说赖兴德真的把四个坚持 纳入党纲 或者具有台湾前途决议文 台独党纲这样的地位 真的台独运动就没有了 因为这个 所以我一些朋友就跟我讲说 这个就是民进党正式从台独走向滑毒 蔡英文为什么美国比较信任他 因为蔡英文跟李登辉 他的论述是同一个系统 他们就是中华民国 然后转到中华民国在台湾 然后转成中华民国台湾 在李登辉跟蔡英文的论述里面 从来没有台独这个概念 从来没有 李登辉也没有 没有 都没有 他们从来没有讲过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没有这种概念 因为我有参与台湾前途决议文 我非常了解 是 台湾前途决议文 为了要把中华民国国号弄进去 前面还要写一句话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目前国号叫中华民国 目前 就是1999年那个论述 那个氛围还是这样 坦白讲 即使到现在氛围还是这样 民进党人就是习惯讲台湾 不习惯讲中华民国 蔡英文是讲中华民国很顺口 因为包括李登辉 特殊国与国关系他也参与 那也是中华民国 那四个坚持你看他是怎么写的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然后第四点叫做 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 由台湾人自己决定 可是也是中华民国台湾 也是中华民国挂在前面 对 中华民国台湾 所以单独的台湾 作为法理概念已经不见了 所以作为独派人士 可能他们不会肯定 所以林左水才会这么生气 林左水除了脸书写了好几篇文章 我都拜读了 他就很生气 他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他讲了一句话 说你想清楚在做 他的意思是说你没有想清楚 因为确实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效应 就是法理台独不见了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蔡英文的主张就是 中华民国现状独立 那我们可以统称为中华民国台湾 这个就是蔡英文的论述 那美国人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你说台湾未来有 自限或证明的可能性 这个美国不接受的 美国所谓的不支持台独 就是不支持法理台独 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人的立场 是很清楚的 所以民进党说什么 金融时报什么什么 拜托 金融时报写文章叫习嘉宁 请你搞清楚 他跟美国国安高层的关系 几十年来都一样 所以你认为习嘉宁写的这个 是代表美国国安高层的意思 当然 至少是不分意见 所以绝对不是瞎掰的 是有所本的 所以这四个件事 如果入了民进党的党纲 法理台独就可能就不见了 我坦白讲我认为是 对台湾是好事 可是会引起很多独派的不爽 跳脚 那就 台湾不走这条路有别条路吗 而且国民两党 可以在中华民国达成共识 这也是好事一件 独派大佬凋零了 未来台湾的前途会怎么走呢 来 请教大使 这个孤宽敏 他的台独路线很有趣 看了他一下他的资料 他事实上二十八事变的时候 他原来是台大政治系学生 二十八事变的时候 他正好 去香港玩 在香港玩 有二十八事变以后 他就没有回来 结果就去了日本 在日本成立了台湾青年独立联盟 那么他一直鼓吹台独 可是1972年他突然回台湾 而是透过当时的调查局长 沈之月的安排 回到台湾 他这边讲说他建了蒋经国 讲了很多很多 都是他自己一个人讲的 没有任何人说他讲的事实 是证实他讲 都是他自己对外讲 因为他1972年他回台湾以后 他原来他立刻遭到 那时候在台湾的台湾联盟本部 立刻将他除名 你要看死民的台湾400年史里面 他写这个 他写这一段 他说孤宽敏投降蒋家政府 事实上198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台湾那时候很流行 这个党外运动的期刊 有一个期刊叫新潮流杂志 他第十期他看了一篇文章 他写 我投降雇我在 孤宽敏的岛内路线 与孤宽敏的流血经过 这篇文章 他批评孤宽敏 这是党外杂志写的 他说 他的台湾青年独立联盟 是以昭和为国号 在日本的台湾独立 以昭和为国号 那么以红太阳当国旗 所以他的台独路线是不太一样 那么整天跟日本权贵来往 起连于各帝国之间 一派皇民贵族作风 那么孤宽敏的皇民化路线 来搞台独十足显示 他反对国民党统治台湾 大部分来自对日本的依恋 和对中国人的鄙视 那么他自始至终显示一个权贵后代 搞革命的局限性 他的反蒋根植于头日 他的头日根植于恋战权贵 但是当日本人无法保护他的权贵时 他只有投向另外一个主人 所以这个是独派对他的批评 那他1972年 为什么会回到台湾 后来他跟蒋家政权的 比如说余国华都非常过重甚密 所以这一段历史我觉得 各位可以到wikipedia就可以看到 当然他这个 你们刚刚提到他这个部分 我觉得他为什么现在很多 民进党的这些新生代的 对他非常推崇 因为他回台湾以后 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主张台独运动的金主 对 这些都是很多活动 甚至有一些比较主张独立团体 那么都得到他很多的资助 不过我觉得他过世之前 一定也满感叹的 因为他主张是台独运动 被蔡英文给埋葬 因为他想要建立一个台湾国的理想 是被蔡英文给埋葬 那么所以他当时说不希望穿裙子的 可能当时是有先见之名 10年之名 可是问题他最推崇的台独今孙 现在呢 背弃他了 现在又背弃他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他也应该要知道 他的政治主张 要跟着时代的发展来走 可能在当时他认为 那个是对台湾有利的 可是经过了时空的变迁 他的政治主张可能是对台湾最危险的 也就是立刻让台湾面临战火 当然1972年他会回来 我们又想到另外一个台独的大佬 叫这个 那个时候在海外已经成立 成为大统领的 他那个时候回来的原因 因为台独已经得不到 日本跟美国的支持 就是廖文毅 那国民党让他回来的条件是什么呢 把他在台湾被冻结的家产 通通发还给他 他是在云林的大地主 是 那事实上 这个你说顾宽敏回来有30亿好捐 他的一半财产 那这些财产当初也是被国民党给冻结的 如果1972年他没有回来的话 他坚持他的这个 所谓的黄民化台独 用这个昭和为年号的话 他可能今天捐不出30亿 没有错 其实你看到介大使 把这个历史细缩从头 有兴趣的还是可以再继续追下去